一人陳美鳳開心玩雪 和粉絲分享離婚後的心境 畫風一轉痛批前夫 人性有時候就是癱嘛 每個人不一樣 人家都聽你看 這句話很有意思 自己的良心過得去是最重要 人在紐約剛打完離婚官司的陳美鳳 4號晚上在臉書開直播 對前夫David顯然很感冒 一度講到哽咽 我突然想我之前拍戲是夜市人生 可是我碰到我的另外一半 它是一個說謊人生 然後就這樣子演變到現在 離婚一身輕 陳美鳳登上 紐約世貿新建築102層的觀景台 瀟灑瘋完紐約 花了多年砸下重金才換得自由之身 心裡很多感觸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愛自己 人家說很多事情 人家做天氣看 很多的事情我們自己一定要過得去 一定要自在 自己過不去 那這生活是很不自在的 搭配世貿中心轉運站的造型 陳美鳳伸出雙手做出飛翔姿勢 也象徵浴火重生 要走出離婚的陰影 記者陳芷芳特別報導 記者陳芷芳特